每當有大地震發生之後 總會有建築物產生嚴重破壞 其中因為施工不確實 佔的問題是其中最大比例 建築安全履歷協會推動了建築安全履歷 置地蓋房子的SOP標準作業流程 尤其是最關鍵的鋼筋捆綁還有混泥土品質 全程以影像記錄並推動建案標準認證機制 徹底執行嚴格把關整個建築的施工品質 每當有大地震發生之後 總有建築物產生嚴重的破壞 其中因為施工不確實所產生的問題 佔其中相當大的比例 然而對攸關建築安全的鋼筋 以及混泥土結構工程 與家屋驗收時根本看不到也無從查驗 要如何讓消費者能夠住得安心 需要嚴格把關整個建築物的施工品質 為此歡迎建築物 並且邀請建築安全履歷協會 舉行建築安全履歷認證 耐證工法施工宣導說明會活動 我想這幾年 這兩三年來 花蓮縣政府在我們各項的建設裡面 我們都有來做一些中央的進行評比 那也得到了多項的國家作業建設獎 我想這樣謝謝很多的我們所有的建築師 還有建築物統領大家一起共同的努力 然而在現在整個天空或者是現在花蓮 屬於太平洋地震帶環 太平洋島鏈的部分 所以花蓮的地震也特別多 那當然我們的建築師在這幾十年來 其實對於花蓮的建築物的強度 其實都非常非常地重視 這是大家知道的 然而我想因應我們未來有一些的斷層 或者有些的地震或者是讓我們的房屋住得更安全 我想人的一輩子可能就只有買一次房子 然而我們怎麼樣盡力讓我們的購買者 能夠買到安心 安住 安全 一生的房子 我想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特別邀請戴玉發來 戴老師 來到花蓮來演講 那前兩年正會到台北受獎的時候 也常遇到我們戴老師都在那個會場 所以有談了幾次 那戴老師在好像也是我們的新北 還有台北的縣政顧問 市政顧問 所以我想請戴老師來跟我們所有的建築師們 還有我們所有的好朋友們大家一起分享 既然學者表示 推動建築安全的余地建制與實行 目的就是為了更加落實建築安全品質的理念 以確實保障消費者進出安全的需求 讓消費者挑選出專業用心的建築營造施工 建造更多安全高品質的房子 記得教會歡迎回來